亲爱的观众老爷们,你们好呀。 今天我们继续讲述豆瓣评分8.0的韩国犯罪悬疑《奇幻穿越剧》最道第八章。 上章说道,1988年的光浩在躲避别人追杀的时候,连人带车掉落山崖。 他虽然受了很重的伤,但并没有死,而是被追杀者活活掐死。 1988年光浩的尸体被善灾发现,善灾还从他身上找到了证件,看到证件上的名字写的都是光浩。 善灾觉得很奇怪,善灾爸爸一直打不通善灾的电话,于是来到警局里找他。 善灾爸爸看到光浩后觉得很惊恐,他说自己是徐希秀的老公。 光浩这才想起来,原来善灾就是徐希秀的儿子。 相隔30年的两家人,因为同一起案件,又被串联起来。 正片开始,善灾父亲的出现让光浩认出了善灾是谁。 老妖赶忙出来打圆场,说善灾父亲看错了,善灾心中疑问更甚。 光浩好像知道他母亲的事,光浩整理了一下思绪,1986年,你母亲的案子就是我负责的。 没能抓到凶手真的很抱歉,善灾有点接受不了,老妖让他先去医院一趟,继母住院了。 老妖和光浩也没想到,善灾竟然是30年前被害人的儿子。 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 善灾从父亲那得知,当年负责他母亲案子的刑警就叫光浩。 听说后来在案发现场殉职了,光浩把善灾带到那个隧道,就是从这穿越的。 炼歌坊老板提到的隧道也是这里。 当时,真善美就死在这儿,连环杀人犯这个词汇当时还没有。 只是考虑熟人作案,在被害人周围展开调查。 奇怪的是,一个可疑的人都没有。 被害者李真书,金庆顺,春姬,善灾母亲徐希秀。 幸存者金英子,真善美。 凶手杀完人后会留下标记,每个被害人脚上都有点。 正是因为这些点,才确认是同一人所为。 善灾当上警察后就一直在调查母亲的案子,可却找不到任何记录。 另一边,申教授一直对春姬的事耿耿于怀。 他去看微型胶卷,找到了三十年前的报纸。 李善玉果然没撒谎。 确实有春姬这个人。 小宋和阿太来到警局。 听说昨天善灾和光浩闹得很凶。 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跌眼镜。 两人竟然异常和睦。 申教授打来电话。 让他们去一个地方。 这地方光浩认识。 以前在这里抓过一个嫌疑人。 这里是郑浩英家。 光浩当年抓的那个人,就是郑浩英。 善灾一直要抓的郑浩英,竟然是光浩三十年前抓过的郑浩英。 郑浩英当时把小区的狗拳杀了,就埋在这个墙角。 申教授发现,被郑浩英杀害的人都穿着短裙。 1985年,有个叫春姬的姑娘遇害,守法与郑浩英一样。 所以他认为郑浩英可能从三十年前就开始杀人了。 而当时郑浩英就住在这里。 如果郑浩英真的是凶手,那杀害1988年光浩的人也是他。 善灾记得郑浩英说过,有件没人知道,也没被记录的案子。 善灾就是因为这句话才一直追着他不放。 这时老妖通知,善灾有案子了。 他们来到现场,是一件纵火案,光这附近已经是第四起案子了。 为了灭火喷了很多水,犯人留下的痕迹肯定都没了。 光浩和善灾进入现场,犯人是用打火机在可燃物上直接点火了。 光浩四处查看,他发现燃气管道被割裂,上面还有明火。 他立刻把善灾扑倒在地,突然发生了爆炸。 把众人吓了一跳,善灾没事,可光浩却生死未卜。 他又梦到了严叔,严叔很喜欢吃紫荆城饭店的尖角。 他知道严叔一直在等他,等得很辛苦。 严叔说,知道我在等你,还不快点醒来。 光浩从昏迷中惊醒,还好只是头部受了点伤,并无大碍。 他们继续调查纵火犯。 法医来到医院,他以为受伤的是善灾。 善灾说,多亏了光浩,是光浩救了他。 说到光浩法医就来劲了,还没跟他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 穿越的是太过离奇,善灾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 善灾回到警局分析案情,包括西装店在内的四个商铺发生火灾时,店内都没人。 而且时间都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。 犯人应该是寝入店内,用打火机点火后逃走。 老妖给大家分配任务。 阿泰和小宋去查查视频里的人,光浩和善灾去见一见西装店老板。 老板说,上午一个客人都没有。 中午和来自首尔的姐姐去吃饭了。 而对面的老板就是个烟鬼。 他们找烟鬼老板了解情况。 火灾发生时,他就在店里,看到火苗后就报警了。 阿泰和小宋正在核对视频。 光浩发现有个人很奇怪。 晚上,光浩把视频拿给申教授看。 这时门铃响了,可门外却空无一人。 估计是谁在搞恶作剧,现在纵火案的嫌疑人有了。 可只露了个背面,看不出是谁。 善灾看着现场照片。 烟鬼老板看到橱窗有火苗后就报警了。 可从他店里好像看不到对面的橱窗。 这个烟鬼老板有问题,他在撒谎。 对他进行审问后得知,原来他并没有亲眼看到,而是听儿子小夕说的。 与此同时,小夕又准备纵火。 不知为何,他看到火就很开心。 然而,还没开心完,就被灭火气灭了。 善灾还录了视频。 这次他跑不掉了。 申教授找到一个采访视频。 小夕这家伙故意纵火,让母亲报警。 完了还去接受采访。 简直没救了。 纵火案结束,光浩在西装店发现一张照片。 这里的老板竟然认识严书。 他心情难以平静。 老板说严书手艺很好。 可惜老公去世了。 一个人生活受了不少苦。 老板也不知道严书现在在哪。 光浩心情复杂。 严书竟然改嫁了。 可这也没办法。 对他来说只过了几个月。 可对严书和其他人来说,已经过了三十年了。 总不能让严书一直独自生活吧。 另一边申教授还在研究郑英浩。 他发现尸体埋葬的方式不一样。 可能中间发生了什么事。 他奇怪的是,凶手处理尸体通常是从暴露形变成埋藏形。 可郑浩英却是从埋藏形变成了暴露形。 如果三十年前的案子也是郑浩英做的。 那就更奇怪了。 从暴露变成埋藏,然后又变成暴露。 与此同时,郑浩英回到他年轻时住的地方。 当年埋在墙角的狗被发现。 他被带回警局调查,不在场证明是母亲做的。 母亲撒谎,说案发当天郑浩英跟着他在外地。 天黑后,郑浩英行走在乡间小路。 他突然停下脚步。 这里是三十年前的案发现场。 第四个被害人,也就是善灾的母亲,就是在这遇害的。 路过的姑娘引起郑浩英的注意。 他独自走夜路,还穿着短裙。 另一边,老妖和光浩找到了刘成仔。 刘成仔说老婆和孩子去欧洲旅行了。 光浩神色暗淡,默默离开。 老妖把他叫住,搞错了。 他老婆不是严淑。 他确实喜欢过严淑。 不过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 他跟严淑表白过,但被拒绝了。 严淑说要等老公回来。 而且他还有个孩子,光浩和老妖猛了。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回事。 孩子好像叫严浩。 严淑的严,光浩的浩。 以前住在吴蓉中医院,光浩和老妖来到中医院。 吴奶奶还记得严淑母女。 严浩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。 严淑并没有从这搬走,而是死了。 因为一场交通事故,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。 光浩一时半会而接受不了。 这时又出事了。 郑浩英又杀了一个人。 老妖立刻赶往现场。 光浩这回心情复杂。 一时半会而来不了。 死者李素颜,25岁。 手机上显示有57个未接来电。 妈妈一直在等他回家。 善哉接到申教授的电话。 申教授说,都是因为你。 我一直在想, 郑浩英抛尸的方式为什么会变? 一开始,把尸体埋在山上。 为什么现在又扔到了江边? 现在知道了。 他是想让你看到尸体。 你触动了他差点遗忘的30年前的记忆。 郑浩英肯定会再次杀人。 而且会把尸体丢在离你最近的地方。 另一边,光浩回到中医院, 听吴奶奶讲述严淑的故事。 严淑走后, 把严浩一个人留了下来。 严浩脖子上挂着一个哨子。 每次遇到危险,他就会吹响哨子。 因为严淑跟他说过, 无论在哪, 只要吹响哨子, 妈妈就会来救你。 听严浩说, 哨子是妈妈送给爸爸的礼物。 严淑走后, 哨子就成了严浩的精神寄托。 光浩听后悲痛忘分。 严淑走了, 素未谋面的女儿也成了孤儿。 他没照顾好严淑, 让女儿也跟着受罪了。 隧道第八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 严淑虽然不幸遭遇事故, 但这是光浩穿越到三十年后发生的事。 如果能回到过去, 就能改变严淑的命运。 三十年后, 严淑不在了, 但他们的孩子还在, 那个哨子究竟在谁的手上呢? 下章中, 光浩回忆起严淑当年去世的情况, 内心万分自责。 激进崩溃, 经过善灾的劝说, 又重拾信心, 决定找回女儿, 开始调查最新的案件。 他们重新梳理了三十年间所有被害人的信息, 寻找线索。 而另一边, 除了郑浩英之外, 竟然还有一双黑手。 那么, 光浩可以找到女儿吗? 案件能够取得什么进展? 郑浩英可以被抓捕归案吗? 我们下期再见分享。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, 请点赞和关注吧。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节目更新哦。